比蒂說跑步 我是比蒂 每個禮拜告訴你有趣的觀點 這一集由我比妹來跟大家說新的故事喔 馬拉松賽事是很多人挑戰自己的目標 但你知道有一隻跑者 已經完成兩項世界大賽 不是對馬拉松和紐約馬拉松嗎 為什麼說是一隻 因為它是一隻鴨子跑者 這隻鴨子跑者的名字叫皺紋Rinkle 也小看它只是隻鴨子 它完全已經是經驗豐富的跑者 連世界馬拉松大蠻冠都參加了兩場拉 完全是鴨身無憾啦 最近它又參加了強刀馬拉松賽事 穿著一雙定制的跑鞋 搖搖晃晃的奔跑 一開始就直接猛衝 把很多選手都甩在後面 和它的一位主人喬伊斯一起前進 而它的另一位主人賈斯丁在終點 幫他掛上獎牌 真的是太可愛了 這是在社交媒體上有數十萬人追蹤的Rinkle 究竟下一次會繼續參加哪場賽事 讓我們一起關注下次吧